陆先生 请问您送给太太的钻戒 是您专门在法国订做的吗 陆太太 刚才开场的舞蹈 是陆先生教您的吗 据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同桌是吗 陆太太 请问陆先生送您钻戒的事情 您是否提前执行啊 现在是什么感受呢 陆太太 你小时候里的男主角原型 是不是陆先生呢 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 秘密举办婚礼的 这出于什么原因啊 陆太太 能否透露一些 您和陆先生练舞的细节 姐姐 你不要走 你不许走 哎呦 包那么紧干嘛 哎 今晚你们去我那里睡吧 好啊 坐过去一点 哎 你不要动 你想让我抱歉就好了 哎 哎 博言你慢点 妈 哎 简安他会照顾我的 啊 我可以的妈 你放心妈 哎好好好慢点啊 这孩子和他点点味一样一样 哦哦哦 慢点 博言 你想干什么呀 拖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 借我孩子的笑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你先不要做 那你先去洗澡好吗 我 洗澡 你也行 但是 你千万不准离开 知道了 不准走 不准离开哦 嗯 等我 嗯 你等我啊 好啊 不准离开 不准离开 陆薄言醉成这样 今晚恐怕 不准离开 啊 我 不准离开 我在哪儿 你要是敢走的话 你就死定了 哦 这种感觉怎么自从相识呢 不准啊 你在想什么呢 还不快跑 套什么呀 这么好的机会 不要咱浪费啦 我把他拿下 这样为机友哦 嗯 他分明是在装醉 难道你想重蹈 洛小夕和江少凯的覆辙吗 啊 嗯 简安 嗯 我好了 你的头发还没有干呢 那你帮我擦吧 好呀 过来 来来来来 我来给你擦啊 简安 嗯 你为什么老是穿那几套衣服啊 到时候人家说我亏待陆太太 哎呀 用那么多衣服干嘛呀 只要舒服就好了 不行 我明天就要塞满你的衣柜 好好好 嗯 这个人发型怎么那么搞笑啊 陆薄言 我看你怎么还喝这么多酒了 这位先生 我是三号的托尼老师 要不要给你设计一个特别帅的发型啊 行 但我要帅的 你要帅的啊 没有问题啦 那你闭上眼睛 嗯 我已经闭上了 嗯 好了 这位先生你还满意吗 嗯 这个人挺漂亮的 真的吗 那我们来喝个饮吧 嗯 好了 我要睡觉了 哎 哎 你干嘛 睡觉 睡觉了 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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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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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離開我 不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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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經過什麼 不言 我去寫 孱儀 你 不用 我去寫 不認 我去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